我努力了30年 终于喝上了一杯 城市人生下来就能喝的星巴克 我在当年遇到过一个同学 坐在第一排坐下来就这么看着我 很认真 我这个人嘛 我其实是很喜欢笑的 所以我见到同学我都会微笑 我见到他微笑 他就这样 我说 哦好吧 这是你的模式 我跟第一排的互动还比较多的嘛 所以这位同学 欢迎你来哦 他不理我 他就这么看着我 我就有点尴尬 我就开了个玩笑 我就过了 我就讲课讲两天 他两天这么看着我 过了一段时间 我另外一个课题 他又来了 我见到他 但是我心里有数了 如果他觉得我的课程不好 他来不来第二次 不来的 对不对 可是他来了 又坐第一排 代表还是有认同的嘛 已经好开心 我就走他跟前 哦 你好 你又来了 他就眼睛看了我一眼 老师 你记得我 我说我当然记得你 欢迎你 他还是没理我 我又走了 两天又过去了 回家 我说这次烟大头 缘分禁了吧 两次缘分了 总该禁了吧 第三次经理班 他又来了 但这一次我看到他 我已经很平静了 过去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第三次来了哦 相信这个课一定有你学到的东西 这个课来了 接下来就该行动了 要再来了 学到的 回去行动 然后他看着 他又问了我一句话 老师 你记得我 我说我当然记得你 你很特别 然后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一个女生 后来我不再试图跟他互动 我看着很温柔的跟他讲话 后来他走之前 他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老师 你的课我还是会来的 我突然想起了那篇文章 我努力了30年 终于喝上了一杯 城市人生下就能喝的星巴克 我亲近所有这么努力 我活出的这个样子 在你看来可能很普通 可是他却是我用尽了力气 活出来的 老师 我能做到对你最大的友善 就是这个友善 我做不出来其他的友善 因为我们做心理治疗 我们知道每个人走过的这一生 都是他的故事的累积 他经历了什么故事 没有人会知道的 所以我能解答到的就是 这是他能够对我表达出来 最大的善意了 他没有办法表达出其他的善意 如果我因为他对我不好 我回到家就开始自呛 同学都不喜欢我 话说我也是不能再出现在讲台了 恐怖话 所以我死定了 但是我觉得那是他人生的功课 除非有一天他找我 需要我介入 不然那永远是他人生的功课 是没有办法背的 我也不背 所以我遇到一些特别忘不掉的 负面的事情 我会对他积歌功 谢谢你 我要退绝了 退绝的意思 我要退出你生命的角色了 我回到做我自己 我是陈一新 我有爱我的老公和孩子 只有你的人生 保持那些事 他们也不放得好 对不起 我们来说 其实今天 我们来说